有一个还蛮有名的YouTuber 他就说哇 00878大家都很喜欢 因此呢他也是 基本是在18块 他觉得好像赔了不少钱 他算了一下大概是 至少赔了三十几万 那也有其他的网友说 我刚好也是18块钱买 到现在呢有一点小亏 所以如果目前是呈现亏损的人 是不是也请古天乐教一下大家 那我要怎么样 想办法让我的绩效逆转胜呢 我大概可以总结出他一个特征 就是呢 其实他买在18.3 你只要买贵了什么都不对 但是你只要买在便宜的地方 比如说15.3 买在便宜的地方什么都对了 因为他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买在18.3 你要用这一笔交易来否定这一档ETF 我觉得 这样有点不公平 对那我给他一个建议 其实他是可以挽救的 他后来跌到15块的时候 没有去执行分批加码动作 那如果他有这样子做的话呢 今天这个绩效一定也是翻证的 对那我来说 对那我去订阅